《婚礼时间》 《基督与受骗女子》 她的创作者是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 洛伦佐·洛托 她也是维尼斯画坛上一位 不随不逐流 终身怀才不遇 被人们称作是 流浪者和孤独的画家 在路透的画中 出现的人物 大多数孤傲政治 富有个性 在画中 她也常常运用 强烈的光和明亮的色彩 使画面色调高昂 这幅画呢 实际上是一幅 具有现实生活意义的风俗画 创作于1527到1529年 现在保存在 巴黎的卢浮宫博物馆 我们可以看到呢 画中每个人都做出 符合自己身份的姿态表情 尤其是画中人物的 面部表情和手势 所传达的思想情绪 都十分生动 和富有个性特征 这幅画表现出 善与恶 美与丑的精神对比 婚礼时间 法国巴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